我覺得以嚴格來講啦 38.8 然後前70台還送快拍 ABS、TCS 然後動力模式 ESS的那個緊急煞車的 緊急煞車的造謂警告 你覺得馬力真的還好 然後就比誰讓我馬力狗 才會在意馬力奧 不會 這台車買來之後要做兩件事情 後避震 後避震跟快拍 我沒有感受過這麼柔和 就是退檔沒有頓挫感 沒有 沒有頓挫感 就是你不需要拉離合器 超屌 嗨 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呢 要去一個試乘會 就是HONDA CB750 HONET 這一台就是頂著 黃蜂名義的 這一台新車的一個試乘會 那他們這一次 辦在台中立寶 那還好離我家沒有很遠 然後剛好就是 也聽說邀請了很多其他YouTuber 好 那我們就是先出發 走 立寶好久不見的地方了 聽說今天是跑那個小賽道 帶大家來去看看 我也好久沒有騎賽道了 不知道會不會被八甲的那種感覺 好 我們剛剛看完他們的產品說明會了 那阿犬是在換衣服 我們來 回來防衛一下阿犬好了 這是我聽過YouTuber最久的產品說明會 他們好像很用心想要說明好這個產品 不要讓大家誤會 對對對 他想要跟你講明白一些事情 大家最常見幾個問題 第一個 嗯 就 就是 就是 對對對 他就說其實並沒有 並沒有 規定說 就是 一定要四剛才是後面特 他沒有說一定要四剛啦 他們說從來都沒有這件事情 對 就是大家誤會了大家自己 是你誤會了 是你誤會了 然後還有第二個就是 什麼 馬力下降的問題 馬力就是 台灣法規嘛 大家都知道 對啊 這應該不用太多做解釋 反正有不同的 但是硬體的部分 他們說是全部都一樣的 跟歐美那邊都一樣 對啊 但是扭力還是有7公斤米 我覺得好像還行 我覺得最棒的 以規格表來說 我看到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 就是方向燈自動取消 然後ESS 還是EESS ESS 就自動緊急閃燈 就自動緊急 就是緊急煞車的時候 那個燈會閃爍啦 我覺得馬力真的還好 然後 就不是那種馬力狗 才會在意馬力 啊我不會 我是覺得還是以騎人感受來講 對啊 等一下下層就知道 下居騎就知道 對啊 欸你跟我也是同一組喔 同一組嗎 黃色的 對啊 都黃的 走走走 走啦走啦走啦 好啦 這一次呢 可以騎這台CP750 在小力寶 近期的催油門 是一個蠻難得的體驗 今天天氣也非常好 場地狀況也不錯 所以可以盡情的去測試一台車的極限 那首先啦 就是這台車的騎乘姿勢 的確算是 就是運動街車的一個設定 你不太需要大幅的調整 就可以做出就是侵略性相當高的一個騎乘狀態 那引擎動力的輸出 算是非常非常的充沛啊 我有一兩次呢 就是油門沒有控制好 然後就是被那個強烈的拉扯感嚇到 那這樣子的爆發力是 中排氣量四缸上面 比較難體驗到的 因此我是覺得齁 大家不用一直在執著在四缸或是雙缸這一點上面 因為在街道騎乘上 雙缸車絕對比四缸車有更多的一個優勢 不管是引擎溫度呢 還是低轉扭力呢 還是一個動力輸出的曲線 那這種隨叫隨到的這種動力 一直是我很熱愛雙缸的原因 那前叉穩定性 我覺得以我的體重來說 算是支撐性滿足夠的 那即使是重炸車也不會有太多的下乘 那後避震呢 我是覺得比較欠改啦 就是不知道是米其林RODE系列的街道胎 實在不適合這樣子在賽道超 還是它本身就是後懸吊就是有太軟的問題 那出彎大補油門的時候 會比較有明顯的晃動感 我認為這個後避震的表現 比較需要車主花心思去調整一下 那當然這都是以賽道拼極限的角度去看這一台車 實際上公路上在這些問題會小很多 更何況在公路上我不會建議你去 追求太多車輛的一個極限的展現 那最後一個一定要講一個我印象非常深的 就是它的進退快排 你一定要體驗一下這個進退快排 跟本田那個滑動離合器搭配起來的流暢感 那真的可以說是就是完全取代離合器這個東西 你知道嗎 即使就是你在高轉下直接退檔 它都還是能夠就是沒有頓挫感的去銜接上來 那這個感覺真的超棒的 你只要不要把這台CP750 當作就是仿賽一樣去拼刺你知道嗎 其實它絕對可以帶來就是非常好的一個公路騎乘的感受 那這就是我這一趟在小力寶騎乘CP750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心得 那接下來呢我們回到PIT區 來問問看其他媒體大家的一個騎乘感受 好不好 感覺怎樣 下去之後你會怕你會開始外拋了 對 就是下去 當你騎乘後一之後你會覺得那個 後避震有一點 沒有 阿Ben說可能是胎牙 阿Ben說可能是胎牙 對 你會這樣覺得嗎 對 就是 車剛放進去的那一瞬間 你會覺得有點點 不是那麼的自在嗎 沒有 有點飄 就是避震器 對我覺得是避震器 阿Ben說是靠團後的胎牙 然後避震器也有 所以我覺得還好就是你習慣它那個 不會掉進之後 你用瓦箔方式起就可以了 一句話 見改 我覺得其實蠻靈活的 但是因為它後避震太軟了 因為我體重比較重 所以可能很明顯 這BN7如果你真的要跑3的話 也是要改 重點是因為它其實加速也蠻快的 但是它加速 你像你進直線油門轉到底 它可以一瞬間就拉上去 對 而且重點是我根本沒換檔 對 好我覺得這很棒 但是重點是什麼 我一按煞車 這個前煞整個沈下去 我就阿乾去阿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我覺得要把煞車放掉 你知道 我是覺得後煞比前煞好一點 就 要看怎麼去配啦 我剛剛一直在試阿 欸那個北齊 最近 體重增加幾公斤 幹這太嗆了 這樣不行 你這樣子我沒有辦法接下去 你知道嗎 你看你就這樣 你就這樣 對啊 不為人事的一面 你看北京那麼乾 其實其實 差不多 我剛剛還沒講說你是暖男 阿媽 現在馬上就直接關你什麼事 這有點那個 配心阿 配心阿 對 這有點尖銳 這群人很難教肥 對啊 很難教肥 這有什麼毛 好啦 騎乘完了 感覺如何 我覺得其實不錯 但是 我個人覺得懸吊不夠 我覺得前面還好 後面比較 後面非常嚴重 而且我覺得這一次 就是 就像你講的缺點 因為這台車我們 剛剛看的時候 它用的是Law 6 還是Law 5這條輪胎 它就是休旅胎 然後你下載道的時候 像 最後一個彎 初彎大補油門的時候 大補一定扭 我覺得後輪在扭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 你如果是以公路的角度來說 OK啦 對 舒適阿 今天是賽道 在公道就是要舒適嘛 要需要一點Q度 欸你剛剛講到舒適 我覺得一個很有趣喔 就是 CL Street 的坐墊 很難做 我們有講過嗎 對 可是反而這個坐墊 很好做欸 可是不對阿 他不是應該是要運動車嗎 你為什麼就是反過來了 你不覺得嗎 有時候有一些造車的理念 跟工程我們是不懂的 對 然後大概是這樣子 好啦那講這台車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就來回歸到 它的配備跟價格 我覺得以嚴格來講 38.8 然後前70台還送快牌 7500多塊的快牌 然後重點是38.8 有ABS 有TCS 然後ESS就是緊急剎車的時候 緊急剎車的時候 後面會閃爍 會閃爍 它的語音控制跟智慧儀表板 對 我剛剛有試了 其實不錯 目前大家在討論這台車的時候 常常放在兩個點 我覺得這有點原罪 但是本題也得承受 第一個就是 Hornet這個名字 我騎這台車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想說這台是Hornet 你就當作它是CP750就好了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要在後面加一串 Hornet 然後第二個 就是另外一個很殘酷的外型 我是覺得它的頭 跟它的身體有點大不起來 我也怎麼覺得 它故意把頭做得比較有侵略感 對 要迎合一個可能 類似黃蜂的形象 可是因為我們不夠侵略 你知道嗎 這個就算了 然後到身體的時候 會變回CP了 我還是那句話 我在騎車的時候我看不到 你知道嗎 反正我看不到無所謂 它好騎就好了 那我剛剛這樣講 我其實騎得還蠻爽的說真的 其實騎這台車 我覺得一半一半 就是更開心在於 它的操控樂趣是很棒的 它的低轉的扭力是很充沛的 然後跟它一個整個 車身的動態的一個靈活性很棒 但是呢 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做傾倒 然後倒到一半 你發現乾幣真的不夠 後幣真的不夠 對 但是老實講後幣真的不夠 其實是最簡單 最少錢就可以改善了 就是改 對 就是改 而且我們現在在講 我們講的標準是賽道 對 我們也是以賽道來做標準 因為今天的場地就是賽道 它不是一般道路什麼的 對 然後有一個點是 讓我覺得這台車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驚豔 你如果買這台車一定要改 快排 第一趟的時候 我幾乎都是用 用離合器換檔 然後我就覺得 嗯就是這樣子嘛 然後可是等到第二趟的時候 我就試著 不拉離合器 然後直接進 超爽 它的退檔 它的退檔 我沒有感受過這麼柔和 就是退檔沒有頓挫感 沒有 沒有頓挫感 就是你不需要拉離合器 超屌 超屌 我覺得這個真的 這就是它的快排 改起來爽的地方 對 因為我以前沒有在騎過快排的車 嗯 沒有長期騎過 所以我都還是有換檔的習慣 窮人子弟 沒有辦法騎這種 電控那麼多的車 喜歡HONDA 有沒有 對不對 我會講這台車 買來之後要做兩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騎車非常激進 後避震 後避震 後避震跟快排 然後如果是我的話 還會再加前叉 對 這樣就好了 可是我不用前叉 我老實說 你輕啊我中美 好那 如果你今天是後期實台 如果你騎車也比較溫和 我還是可以覺得 加快排 加快排 那個換檔的爽度超爽 好那我們現在再來講一個就是 我給你看一下它的那個 連線嗎 連線 因為我剛剛請他們教我玩了很久 來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剛剛這樣子試的話其實不錯 那它這邊就是可以 從這邊就可以超正 就一樣嘛 從這邊就是超碰扭去做調整 很完整的導航 而且我覺得蠻直覺的 我蠻少用到這麼直覺的導航 它顯示是怎樣 其實它只會在這邊顯示 就是一樣顯示一個簡易圖子 對 你如果以大前提來說 我還是會覺得用手機導航為主 可是只要有下雨或是什麼的話 它這個大概就是70分 可以發揮輔助的功能 70分的看用的程度 那可以喔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棒的 所以整套來講 我們講38.8有什麼 ABS TCS 然後動力模式 而且動力模式還有一個微調 譬如說你雨天我想要把TCS 對它有那個牆弱 三段牆弱是可以做調整 對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你自己的模式 對然後還有那個ESS的那個緊急煞車的 緊急煞車的照明 警告然後滑動離合器 連那個引擎煞車的強度都可以調 沒有什麼好閒的 就40英內 40-50英內這樣子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看這一台車最後還是回歸到 大家可以也許啦 也許就不要一直在想Honet 不要再想Honet 就把它當CB750就好 對你等一下看這個貼紙回去就把它撕掉有沒有 你自己找個地方蓋起來 對然後剩下其實光看配備跟價格 我覺得不錯 還不錯啦我覺得是OK的 是有競爭力的 對有這個希望它在未來台灣可以常賣 因為其他給其他加一點壓力 那今天大概就這樣 謝謝阿全阿全要趕回台北了 這個再催了 再催了 拜拜 好 等一下拜拜 拜拜